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鸟董乐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鸟董乐言一千日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第五百七十六日 主题十回向等一切佛回向 经文段落 本觉 赞然 觉其佛觉 明等一切佛回向 萧文 觉其佛觉 觉是指自己的本觉 其佛觉就是已经和诸佛所修正过的妙觉 其的没有差异之意 以上萧文 恭喜建卫法师 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乐言一千日 第五百七十六日 我们今天要总结等一切佛回向 那这一段呢 是乐言经当中在谈修正位次 在修行的这一路 自己要肯定 所修的努力 就是会成就 随所发行 安利盛位 在努力的过程 要紧紧的守住自己的菩提心 否则一下子 这个烦恼妄想 还有无名 他就会马上侵入我们的内心 然后蒙蔽让自己就失去了修行的力量 所以这里呢 谈到这个实行之后呢 要把这个力量再增强 就是靠回向 实回向有十个阶位 这个第一个呢 叫做救护一切众生 那救护一切众生呢 要离众生相才能够救护 而不是呢 因为他是我的谁 所以我就想要去救他 那如果他不是我的谁 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救护了之后呢 就是对于自己的心啊 要有一种肯定 直到第三 就是等一切佛 等一切佛的回向啊 他是什么呢 叫做本觉赞然 崛起佛觉 我们的本觉 本来就是清净的 本来就具足的 本来就 极然无为不动的 那我们的心啊 能不能够肯定这件事 那你就要用最纯粹的心 去信任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有很多的作用 但是常常会有一些妄想来骗自己 让自己失去对自己的本心的肯定 那所以啊 当我们失去信心 我们就开始啊 听别人说 被别人影响 那个别人呢 其实不是别人 是我们的妄想 所以觉啊 要能够到佛的这个脚步 乃至于这个程度啊 那就要来提升 怎么提升 就是你本来就是佛 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疑虑 你要肯定这件事 这时候呢 心啊就可以 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因为这个觉 已经等同于佛的觉 佛的觉呢 就是我们的本觉 所以归根结底呢 修行啊 也不外乎就是 从自己的内心当中 升起一种力量 然后让它变成习惯 不失是要让自己知道 你是有功德 你才能不失嘛 但是我们一般呢 都觉得 我哪有什么力量 我怎么敢 不失 不失了之后 那个对方呢 他就得到我的功德 我就变成没有功德 事实上呢 其实不失啊 是透过有一个对象 让我们从自己的内心当中 提取源源不绝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呢 是无有穷尽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啊 我就以为啊 这是有限的 所以啊 就会一直都会觉得 有一种匮乏感 那这个地方呢 佛陀就教我们一个方法 菩萨摩赫萨等一切佛回向 此菩萨摩赫萨随顺修学 去来 现在诸佛世尊回向之道 所以意思就是呢 就是学佛 学佛 佛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那佛呢 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修行 菩萨摩赫萨所有的善根 我们皆以大怨 就是用什么 最大的心 我们要成佛的这个心啊 每天每天就是要发怨成佛 每天发怨成佛 但是通常呢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 先发怨成佛 我理佛了之后 然后我又开始告诉自己 我是众生 所以你一下子呢 在佛前啊 我发了怨 只有一念 就是我要成佛 然后不理佛的时候呢 就一直又回到众生 我是众生 我没有办法 那这个时候啊 你的内心的那种业 还有那种无名的力量 是比你的发心还要强大 所以你就整个就没办法 拉着自己的这个惯性 就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些烦恼 那所以呢 菩萨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啊 就是你在每一个瞬间 不是愿力就是业力 所以他要用所有的善根来带动 发起正发起 积极正积极 增长正增长 就是要让所有的善根呢 既然要做就是要让它广大 具足充满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明确的方向 修行要什么时候才会成功呢 就是要用成功的状态来修 你就是用佛的方法 那没有其他 那就是西令广大 具足充满 用最大的力量来修行 所以菩萨摩赫萨呢 用这样子的心态啊 他在家的时候 他也是用最大的力量 不要被自己的家人所转 不要被自己身边没有学佛的人所引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一般人呢 没有这种佛的正念的时候 通常都是我执我见 我执我见非常的强烈 我执越大呢 他的那种业力啊 是越强 他的念力越强 那我们学佛啊 说要无我 可是呢 却变成无力 那怎么办 你要用佛的愿力 来抵挡一般人的我执 否则啊 我们就会被这个业力卷走 自己的力量都不够 所以很多人修行都修错了 他以为无我就是放下 就是不执着 然后呢就放空 放空之后你的心啊 其实是很脆弱的 那很脆弱呢 一旦呢 遇到了境界 一变倒 所以要用大愿 在华验经里面佛陀讲 这个大愿是夹走 就是我们要戴上盔甲 要抵抗这一切的业 你必须要怎样 你要带着你的大愿力 你没有大愿力呢 就一定是随意流转 所以菩萨摩赫萨 他非常知道这个的危险 所以一旦不小心呢 你要发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可是呢一旦退转了之后 你发的那些众生无边誓愿度的众生呢 就没救了 因为你退转了 那发的愿呢 等着被你救的众生就 哇 那你因为你的退转就 就真的是活该倒霉啊 谁叫你发了愿之后又退转 那你要怎么负责 所以我们一般呢 就知道 就是当我们现在正在发大愿的时候 你就要更坚定的去肯定你的大愿 你要坚持你的愿 所以遇到的一切的障碍跟考试啊 菩萨摩赫萨虽在居家 做诸事业 不管做什么呢 未曾暂舍一念至心 你的智慧啊 不要那么一瞬间就傻掉 就不要任何一瞬间让自己变成愚痴 你每一个瞬间都不可以失去理智 每一个瞬间都不可以忘失你的正念 否则啊 你就会一直兵败如山倒 所以啊 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在家哦 依然如此 你不要放弃 不要想说 没关系 等到我下一次法会 我再去忏悔 或者是呢 没关系 我明天呢 赶快读个经 然后来消消自己的业障 通常呢 一旦呢 你放掉了一切自行 你就会一直在什么 在一个散乱昏沉的状态 好那什么事业呢 所谓若酌衣赏 若淡滋味 若浮汤药 早树涂魔 回旋故事 行柱坐卧 身与异业 若睡若雾 如是一切诸所作 诸有所作 心肠回向 撒婆惹道 好那怎么做 你就现在做什么 你就随时都回向 随时都是 我在吃饭 我就要回向 要成佛 我现在在吃药 这个实在是好惨 生病的 我要回向 要成佛 生病好苦啊 我不要再受苦的 我要成佛 好我在洗澡 你看这个身体实在有够臭 没洗就是臭的不得了 那就要回向 我一定要有佛的清净法身 涂魔 你看为什么要涂 为什么要按摩 因为腰酸背痛 人老了真的是有够惨 好那回向 我要有金色身 我要有佛陀的金色身 回旋故事 行柱坐卧 身与异业 睡觉也好 醒来也好 如是所有诸所 有所做 都要回向 我就是啊 每一瞬间 都觉得啊 自己现在当凡夫 真的是不可以 非常的不能够接受自己 一直在当凡夫 不能忍受自己当凡夫 这件事情 你穿个衣服 你吃个饭 行柱坐卧 真的有够麻烦 处处都是业障 你遇到这些生活的事情的时候 随时都要发菩提心 随时都要回向萨婆惹道 那这样子呢 你的心啊 就会养成习惯 行柱坐卧 我现在啊 就是佛 我现在就是佛的状态 系念思维 无时占离 无时舍离 就是系着 把你的心绑着 绑在哪里呢 绑在一切智心 一切智 绑着自己的念 绑久了 就变成一个念 那无时占离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辛苦呢 其实养成习惯就不辛苦 但是还没养成习惯的时候 你要告诉自己 我曾经发过广大的愿 还有这么多的众生要让我度 你现在没有坚持 那这一切的没学佛的众生 不懂得发菩提心的众生 更不可能啊 那你不可能等到这些众生 哪一天突然就醒过来 没有啊 没有人给他种一点善根的机会 他怎么有可能会醒过来呢 那我们自己发的菩提心 却又没有坚持 那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对不起自己发愿这件事情 所以自己未曾占舍一切智心 心补练乐一切世间 亦不染灼所行之行 专心受持诸佛教法 菩萨如是处在居家 普摄善根令其增长 所以呢 处在居家呢 要怎样 就是呢 一直不想待在家 那你要不想 不喜欢 有的人说 金窩 银窩 就是不如自己的骨狗窩 那你要怎样 要练习啊 哎呀 最殊胜的是佛的窩 佛的家 佛家呢 是什么 菩提心为家 你不是菩提心呢 你的这个家 就是非常可怕 爱恨情仇 就是啊 一直不断的让自己的身心 陷入一种悲惨状态 只会越来越糟 在世间呢 就是越来越糟 生老病死 不断不断的循环 业力越来越重 你轮回这么多事 累积的业力啊 不得了 都没有在消 所以啊 往昔所造诸二业 你要怎么忏 你自己要把握好 你自己的心中 不造业的那一个菩提心 否则 我们就一直随顺的 会造业的这个 这个惯性啊 就会带着你 不得不去做 一切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恶因 所以呢 普射善根令其增长 我们要让自己的善根一直增加 不要为了 一点点的善根 你看我今天好棒啊 我起了一个善念 你起一个善念 还好棒 其他时间都在起恶念 所以呢 我们不要以一点点的小善 就觉得自己又很了不起 对别人起一念慈悲心 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像佛一样伟大 佛是念念都是菩提心 念念都是慈悲心 众生本来就可以 只是你不愿意让自己起这种心 就是因为你在阻止你自己成佛 你在阻止你自己起这种大怨心 所以每天每天每一瞬间都要这样 在家呢就是要每一瞬间 你不要等说哪一天我出家了 我再来发无上菩提心 这个也是一种习惯 出家之后呢没有退路 所以你得只能往这个发菩提心的方向走 但是呢在家呢 在家呢好像感觉自己有退路 你看我没有像师父这样子 都被逼着要发菩提心 那我呢最多呢就怎样 我生气了我烦恼了 我不去了 我不要看到你们封锁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其实没有 你只是在骗自己 你骗自己啊 我只要也不见 我就不用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摩合萨 他绝对要保护好自己的菩提心 他说呢 菩萨摩合萨附作事念 如果过去诸佛修菩萨行时啊 以诸善根如是回向 未来现在细意如是 那过去是这样修行 所以呢 现在也是这样修行 未来也是这样修行 那我就要学佛啊 我竟亦因如比诸佛如是发心 是不是要学佛就是 佛以前这是怎么做的呢 佛现在又是如何呢 佛未来又是如何呢 你就会发现呢 佛不管是什么状态 他是还没成佛 或者是已经成佛 他都在做一件事情叫做发心 所以你好发心 这件事情是真的在称赞 所以如果呢我们在佛门当中呢 能够得到别人对你的称赞 最大的称赞 不是你好漂亮哦 你好聪明哦 或者是你长得好高哦 或者是你能力好强哦 都不是哦 不管你是美丑男女老幼 你如果得到一个你好发心 的这一件事情 这个才是真实的称赞 因为唯有发心 才会成佛 你长得很美 不会成佛 你长得很胖 也不会成佛 你工作能力很强 也不会成佛 只有发心才会成佛 所以以诸善根而为而为回向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 是为菩萨摩合萨第三 等一切佛回向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好我是思维 我这边想要问一个有关夜报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英国招然 所有的国报都是会发生的 不可能夺得掉 例如说佛陀他即使成佛了 他也曾遭受因为口夜所生的马脉之报 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佛陀他虽然使用马脉 可是因为佛他具伤微向 所以即使粗略的食物 让佛的口中也能够非常美味 那这是不是算是一种重报情寿 那我就在想 那目前不论我们目前是否做得到 理论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假使不令恶报需要的元现前 我们就是不是能够延后这个恶报 到我们更有能力承担的时候再发生 例如说命债好了 假使我们没有感应 设身没有命的时候 那这个夜报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现前 那我们所知道的代夜往生弥陀净土 我们即使背负种种恶业 可是却能够先得到一个良好的环境修行 是不是类似的道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谢谢石薇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要怎么逃过自己的夜 也就是不要让那个因跟缘现前 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种子 那当然有善的种子 也有恶的种子 那两个方法可以把这个夜 给它给处理掉 第一个就是受暴 但是不做受暴想 一切遇到了 我的现在状况 好像可以 如果我现在的抵抗力很弱 那我遇到的任何一个打击 我自己都还没开始接受这个痛苦 我就自己先受不了了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强壮的人 有一点事情就当做什么 就当做锻炼 那这个就是要看我们自己本身的体质 本身的心念的力量 这叫了极业障本来空 这是诸法因缘和合 所以善跟恶的报 它就是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因缘和合所出现的一个现象 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所以如梦幻泡影 那这是第一种最直截了当的方式 第二种就是把因或者是缘把它抽离 这个因是如此 但是我可不可以调整一下缘 虽然我有这个业 可是我先就像刚才所说的 我先到一个环境先逃避一下 可是逃避不是永远可以逃避 所以在逃避的时候 赶快修一点功德弥补 把它做一个转化叫做重抱轻受 就像我们说我今天表现良好 我已经被关了 那我表现良好 可能在这个律法当中 会有一个叫做假释 就是缘形 就是因为看到你是很有心想改过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因跟缘的状态 先改变一下环境 或者是让自己的心态先转变了之后 也许会有另外一种解放 那第三种就是让因缘都没有机会成熟 就是我虽然有恶因 可是我不让它有机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把这个因彻底的 知起善念不起恶念 知起善的不起这个恶的 那这就必须要你要把所有的一切的缘 你要不要贴恶的标签 比如说这个人骂我 你如果觉得他就是你的业障 他就是我讨厌的人 不管他有没有骂你 你的心已经掀起恶念 因为你认为他是恶 就像佛陀他遇到提婆达多 我们也有提婆达多 但是佛陀为什么能够最后去战胜提婆达多 不被提婆达多所破坏他的身团 分裂他的身团 不会被他得逞呢 因为佛陀不把提婆达多当成是他的烦恼 提婆达多是他的善知识 可是我们一般就是有够衰 然后为什么我就会遇到他 他一定是我前世欠他的 他是我的仇人 我最讨厌他的 我最不喜欢这种人 你在任何一个团体你都会遇到影子 什么影子 就是你心中仇恨的影子 他会呈现在你的身边 你最不喜欢的你受过伤的 他会藉由某一种境界 又让你再一次的重复的去 把这个虔诚往事给唤醒 这就是心中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你心中有这个恶念 所以遇到恶元的时候 他就会引发你的恶念 那怎么办 你的心是可以做主的吗 可不可以知道 这种情况之下 我最容易起的就是这种恶念 你要非常了解你自己在什么状况下 会起什么念头 那遇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就要平止你的心起这个念 那怎么办 你要先起善念来取代恶念 这可不可以做到 当然可以 我们学佛 学愣眼睛 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操作的方法 要不然呢 我们总是在想要找一个理 凭什么我就要原谅他 凭什么我就要观 这些人就是都是我的善知识 凭什么我就要一定要逆增上缘 这逆缘出现我都没办法增上 我只能觉得自己很惨 怎么所有的倒霉的事情 都是我要去承受 那我们自己呢 如果你的心一直是这样子 愤愤不平 只是想要一切的顺境都来 然后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 好像很有福报很有功德 然后饿的时候就开始 心里面又不舒服 其实我们还是另外一种程度的 随境流转 所以呢 不但是知因是果 而且还要超越因果 超越因果不是不认因果 也不是波无因果 而是呢 我们非常知道 这一切的因缘果报 它的原因是怎么来的 我在这个其中呢 如何去转它 如何去超越它 那么不管是什么报来 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你都不会是困难的 那这个呢 回到呢 刚才所说的 这个马脉之报呢 佛陀呢 他虽然也是觉得说 这个是他的业 可是啊 这个业当中呢 还是有受苦 那个因为他的弟子们 大家都苦不堪言 所以呢 佛陀啊 虽然说我是上位相啊 但是他并不是在炫耀他自己 都没有受报 他依然还是知道有够难吃 那这个很难吃呢 可是呢 他知道 他的心不会注在这个难吃跟不好 跟好吃的这个项上 所以呢 重报就轻收了 所以这个是啊 我们要知道 其中的 他的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才不会误会说 佛陀啊 成佛就没有因果了 好 谢谢施薇的问题 谢谢师傅 我今天呢就提一个 我自己的一点问题 因为 现在会固定做定课 那还常常到讲堂去上课 那可能这段时间 慢慢有一种感应就是说 我在家里做功课 或者是到讲堂上课 尤其有法会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那个磁场 或气场 我自己的身上会感受不大一样 尤其有时候在 在 在 师傅在场 然后呢 引大家去 回向的时候 我有感受到那个力量不一样 所以呢 那时候在心里就想说 这个回向的这个 这个 这个功德 跟这个 这个感受的不一样 师傅也会有所 那个功德力会不一样 所以提出这个简单的问题 跟师傅请教 阿弥陀佛 谢谢真心的问题 这个就是 当然是不一样 要不然为什么要有道场呢 因为 其实所有的人来到道场 他都会起一个善的念头 纵使他要再饿 你在家里啊 可能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反正呢 即使佛菩萨在旁边呢 你依然还是可以 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呢 你如果要吵架 你来到道场 你看到师父 你看到师兄 你会忍一下 你会忍一下 光是这个忍一下呢 你就功德无量 所以呢 我们就要让自己啊 在一个能 会愿意 自己去忍耐的环境 那在道场就是这样的功德 因为在道场当中 我们的正念比较容易现前 至少呢 这个大家都在看 或者是呢 每一个人啊 至少都是起一个善心 纵使他是假的 他也会假装起善心 所以呢 这个大家的正念 比较多的时候 加起来啊 会感觉上呢 的确是气场不一样 这个磁场是不一样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我们回到家 在家 所有的家里的设定 都是为了满足我的舒服 所以你的再怎么样安排呢 你在家里面啊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床嘛 你有没有看过呢 哪个人的家里呢 主卧室 最重要的那一间是佛堂 应该是没有 但是你在道场里面呢 最重要的 风水最好的那个位置 就是佛座的位置 就给佛座 因为这就是道场 主位就是佛 然后呢 療房 哎呀 有地方住就好 这边边咔咔嚼 那但是我们在家就不是喔 我最大 所以呢 主卧室给最大的那个人住 所以这就是在家跟不在家 这个跟在道场差别啊 在家是谁是主 那那个主呢 的福报啊 就会撑体这个场域的所有的气场 所以佳和万事心 因为这个家的主人 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 有得恨的 有福报的 这件事情 这个家族就会心慌 可是换人当家 那个当家的那个人呢 他有没有这种福报 不一定 但是佛的道场呢 不管在哪里 就是那个佛 是最主要的 这个 他是当家 所以呢 在道场当中呢 我们全部啊 都是佛的弟子 我们感受到的气场跟磁场就是佛 那你说 那我在家也有供奉佛像啊 可是你的佛像是放在哪里呢 你放在有空的地方 放在三楼 你平常都很少去 只有做早课做晚课才会去 或者是放在某个角角 所以你不是把最好的地方给佛 那你怎么能够要求说 那这个就是佛要避应我们全家 所以呢 这就是道场跟在家不一样的 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的心态是谁是第一顺位 是这样 好 谢谢